女生找准风格 颜值变化能有多大 一分钟自测 你是甜颜苦辣哪种风格 如果你的眉型走势整体向上 选A 反之眉型向下 就选B 高鼻梁选A 他鼻梁选B 颧骨突出选A 颧骨低频选B 嘴角平直或上扬 选A 嘴角下垂 选B 眼尾下垂选A 眼尾上扬选B 如果你的答案是 那你就是甜系美女 面部胶液蛋白充沛 看起来就是零攻击力的小白兔 咱们就适合清透的水光机 重点不在于浓妆艳抹 而是在于提升皮肤的质感 干净底妆 加幼胎卧蚕 加鲜亮唇色 打造一个可爱的软糯风就万死 如果你的答案是 那你就是 炎系长相 炎炎夏日里的一杯梅子炎汽水 形容的就是你们 这种长相更适合化相对英气的 尾素眼妆 咱们化野生眉 自带毛流感 切记要有一点眉风 眼影可以大地色打底 也可以不涂 妆容时刻紧进 自然两个字 如果你是 那你就是 苦系美人 别人见到你们的第一眼 就能脑补出 战损美人的及时感 委屈无辜是你们的标签 八字眉 下垂眼 腹周嘴 都是苦相脸的特征 咱们眉尾眼尾的线条 都要打造上扬的趋势 并且呢 要提高面部的一个平整度 什么肋钩 法令纹 鼻脊底凹陷 咱们咯 咱们天冲起来就万死 如果你是 那你就是辣妹本辣了 这种长相呢 十个有九个都是 浓眼系美人 复古港风 就是你们的专属 黑发红唇 强对比度 带来的视觉冲击 是那种走在路上 别人都不敢要微信的 大美女类型 但切记 不要让妆容 强调无关的风头 还想看啥 读文区告诉我